40万级的豪华中档性轿车 今天给大家带了两款 一款是奥迪A640动感型 官方售价419,800 大概终端优惠10个点 那身边这台呢 是沃尔沃S90的T8插混版 那么这台车终端是优惠 差不多8万块钱 也就是说优惠员8万的话 大概就是412万的样子 算是他购置税的补贴 其实这两台车落地价格是相差不大的 所以还把这两台车放在一起来比 那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 这两台车各自有哪些优缺点 以及我的推荐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这台奥迪A6L 其实A6L这台车 从外观来说没什么特色 或者说新鲜的地方 因为已经是一台上市的老车了 值得一提的是 它的40的动感型最低配版本 就是19寸的P0的高性的轮胎了 这个比那台车 那台车别看是接近50万的指导价 但是它的轮胎只有18寸 所以从轮毂轮胎的这种规格 和视觉效果来看的话 这台奥迪A6明显是要胜出一筹的 此外 它身上还有一点点小的S运动套件 虽然小嘛 但是也比没有强 这台S90呢 其实我觉得在外观上来说 相比那台奥迪A6要更加的儒雅 首先它的车身尺寸是要更大的 而且可以发现它的车头和车尾 像一个大大的雪架一样 线条非常的圆润修长 此外握握标志性的雷神支锤大灯 也让它非常的具有辨识度 当然了这台车是插混版本 它可以支持75公里的纯电行尺 因此它是可以挂绿牌 可以免税的 好 我们进到车内来对比一下 两台桌子坐姿都可以坐得非常的深险 而且我坐过之后 可以负责的说 奥迪的座椅的舒适度 是要比那台S90要好的 首先它的包裹感要更好 虽然两个座椅都比较硬啊 都不是特别的柔软舒适 但是你看它的这个椅靠 非常的深 非常的高 人坐在里面可以很紧的估在这里 而且这台动感型最低配 它也给你了阿堪塔尔加皮质的混搭 整体的座椅的高级感 是比那台车要略胜一筹的 当然了中间这块就乏任可人了 虽然是三块屏 但是这台车的 无论是它的主动安全功能 还是它的人机交互体验 都非常一般 这台车它是可以支持定速循环的 定速循环的控制按键在这个位置 但是也仅此而已了 而且我要吐槽的是奥迪A6这个屏幕啊 需要花很大的力气摁下去才有反应 而且它没有振动的回馈 所以说这个设计啊 只有好看 其他的一无是处 那么两台车都是三米级的轴距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空间表现怎么样 这台车它的后排座椅的横向的宽度 接近50公分吧 座椅的间距大概40公分的样子 对一台豪华中大级轿车车来说 也就算是一般般的水平啊 中间的地台很高 当然了也不是全无是处啊 它的第二排座椅 你看这种盆状的构造 也让你坐在后排的话 也不至于左摇右摩 所以这台车它的座椅 我真的是可以给一个高分 我们来看那台车 S90它的制衣版本 它没有提供水晶挡把 如果是质雅或者更高的版本的话 这个挡把是水晶的 这个样式要好看很多 但是S90这台车好的一点就是 它的内饰材料确实环保 我们刚才做了一个试验 挥发物要小很多 比如说我们同样关闭车窗 关闭门 在太阳底下暴晒10分钟的样子的话 这台S90的表现要好很多 那么这台车确实在环保上面 花了很大的力气 此外S90这台车在 人机交互体验方面 也比那台Audio好很多 此外更不要说它 全系标配了城市安全系统 这台T8插混版本的制衣版呢 它在后排呢 是可以调节空调风量的 而48图燃油版的B5动力制衣版 后排是没有这个配置的 这就是两个同样的制衣版 配置制衣版唯一的差距 其他的所有方面都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它后排的空间 这个后排空间非常夸张 接近50公分了 半米的距离了 所以这台车 确实把什么5系呀 什么这些都比下去了 包括Audio6都比下去了 你看它的后排 确实可以随意的搁油它 但是美中不足的 宽度就比较一般了 你看它这个是立下去的 它不像Audio6那个是一个斜面 而且它的座椅 虽然也设计了这种盆状 但是它这种手感 比Audio6我觉得还是要差一些 好在呢 它的全景天装 明显比那台Audio6要大很多 所以坐在后排的通透感也要更好 空间更大 通透感更好 整体来说 坐进这台S90 能够给到你的东西 还是比那台Audio6要多一些的 那么这台车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 城市巡航的功能 可以自动识别车道线 然后实现自动转弯 点击方向盘左侧这个按键 它要速度到15公里上 这个系统才可以启动 我们现在速度加段20 启动 好现在可以启动 然后它自动进入了机器接管 方向盘的阶段 前方你刚才是个弯道 那么我的手现在不用去抓方向盘 但是为了安全起见呢 我还是把手放在方向盘上 看它可以实现自动的转向了 它自动顺着这条车道线 再实现转向 另外呢 你可以调整它的速度 快慢 它现在时速30 我可以把它调整到50 你看它就开始加速了 R款的T8混动版呢 是288千瓦的综合输出 而新款呢 它将电机功率输出放大 增加到了335千瓦 那么你折合算下来的话 接近500匹的马力 再加上700多牛米的输出 可以说这台车 它的整个动力输出是非常强劲的 而且官方领版是4.9秒 我们先来体验一下它的加速 地板油走 走 一点点迟滞都没有 地板油 非常的爽 这个动力来的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像燃油版的 它虽然带了48不轻火 其实对动力是没什么帮助的 而且8AT变速箱本身因为有了 液体变速器的缘故 所以它在动力和变速箱之间的衔接呢 因为液体的传递会比较慢 所以会有一定程度的延迟 这台车加了插电混动之后 这些问题都没有了 表显的电池续航大概就是4公里的样子 所以现在基本上是在溃电的状态下 来 我们再来咬油试一下 这个输出的感觉就是确实是把奥迪A6的那套双离合也比下去了 而且这种电机加速的时候它没有那些声音缺乏一种质感 所以我个人其实不太喜欢这种电机的这种一下一下的加速感 但是确实速度是很快的 第二个就是它车内整体的精密性的打造 确实是我觉得在BBA这个级别里面 它算是排在前里的 前排的这种隔音玻璃 然后底盘的这种后动感 包括它电机加持之后 不管是48伏的燃油版本 还是用插电混动的版本 它们在低速的时候启动的时候都一点声音没有 所以这台车开起来会给人非常安静的感觉 它的这种转向的回震力度还是很均匀很细腻的 所以这台车其实在相同的价位之下 这台S90还是能够给到你更多的 好 现在我们开上这台40系列的奥迪A6跟大家来聊一聊 这台车它最大可以输出190匹马力 相比较那台S90呢 S90的48分燃油版的B5动力也有250匹马力 而那台T8的插混版呢 比千瓦算的话都有300多千瓦 你这样一算下来就是四五百匹马力就舒服了 比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 可以二了至少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动力跟那台插混版相差的大不搭 我们地板要走 起步那下呢 它还是有一个些许的延迟 虽然这套双离合本身来说换挡速度已经是很快了 但是它毕竟没有那些插电混的动力啊 那种电击动力响应来的那么快 这也是两种动力的性质所决定的 这也是没办法的 但是呢 这台LDA6呢 它有很多的可玩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把它调整到M模式下 手动换挡 哎 你看这种感觉 哎 你看这种感觉 是不是跟刚才那种T8动力差不多 换到M1的时候 它可以在瞬间输出大扭矩 那屏幕再感受一下 我们现在换到M1 地板要 看 你看 你看这种感觉 哈哈 我觉得也不比那个T8动力差多少吧 所以我为什么就特别喜欢奥迪呢 因为奥迪它在其他方面 很多东西都做得不够完善 比如说它这台车 低配版本 没有PM2.5过滤 它的语音控制也基本是一塌糊涂 它的这三块屏看着炫目 其实并不实用 包括它这块屏呢 触摸起来的手感也很差 几乎也没什么震动感 人机交货做得一塌糊涂 但是唯一就是它在驾驶方面 确实是不遗余力 90%的精力都放在了驾驶上 这就是我喜欢奥迪这个品牌的 最大的原因 在底盘方面呢 这台奥迪A6是前后五连杆的悬架 悬架结构本身也是比较高级的 而那台S90呢 它是前双XB 后整体桥是多连杆 所以这两个车呢 其实在底盘方面的构造 进入含金量都还是挺高的 但是说实话 你真正开过之后 你会觉得奥迪A6这套底盘 它会更紧致更干净 它能够比较忠实的复制和还原 路面的波形轮廓变化 相应而言呢 底盘的舒适度呢 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好 但是你开起来的话 会觉得这个整个车很干净很紧 你就像转动的时候 你都不会觉得 这是这样开的很大的车 再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掉过头啊 来走起三个车道 基本上就过来了 基本上三个车道 一个五米长的车 另排的三个车道就转过来了 一把就可以过来 你这台车呢 从架构本身 从它的底盘的这种质感 包括从动力的这种感受来说 它确实将运动的属性 还是表达的淋漓尽致 简单带大家对比了这两台车 从产品力来说 这台S10的插混版 无疑是更加的全面 无论是它的动力 还是它的油耗 以及它的挂绿牌的优势 以及它车内的人机交互也好 还有它全套的主动驾驶安全辅助功能也好 包括它的后排空间体验 各个方面都比那台奥迪6要更强 但是奥迪6唯一就占一条 奥迪6确实在驾驶和操控方面 我觉得能够给到我更多的乐趣 虽然这台车它的动力账面上是更强的 加速时给你的那种加速体验 也是更快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它开起来 让我会有更加新潮澎湃的感觉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原汁原味的燃油车 它加速时候那种澎湃的消叫声 那种双离合的顿挫感 确实能够给到你非常好的激情 而这台车呢 它相对来说给我的感觉 我更愿意在多数的时候 把它慢悠悠的开 很舒适的开 当成一个中产阶层的一个舒适的座驾 来体验它一些 所以从产品力我更加推荐它 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 我还是更向你推荐这台奥迪A6